郑秀文和韩国天王RUN出席某品牌店开幕活动担任剪彩嘉宾 当RUN以一身黑色笔底西装和墨镜现身时 现场粉丝立即群情汹涌 尖叫声不断 并一起用粤语大叫RUN的本名郑志勋 而RUN也净显精明一面 挥手展露灿烂微笑 并主动跟粉丝握手才进入店里 可能太过群情汹涌 现场用于阻隔粉丝跟媒体的铁护栏都被推击变形 最后以报废收场 RUN在整个剪彩的过程中 几乎把所有专注力都集中在跟外围的粉丝打招呼上面 不断地向外挥手 反观恩就站在身边的另一大牌郑秀文毫无交流 虽然自己在香港呼风坏雨 但是眼下风头被RUN全然盖过 当冠主角的Sammy也只有任命了 我觉得他很有魅力 还有都会的 见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偶像来到香港 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单眼皮的男生一般来说都非常好看 所以我觉得他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气质 虽然现场人气远远比不上RUN 但是Sammy的心情依然亮爆 因为标志着他回归影台的代表作 高海拔之恋二也已经接近沙青 当天晚上男友许志安在洪馆举行演唱会 Sammy也依照承诺一定捧场 表示对男友的演出非常期待 非常期待因为他的彩排都非常的用功 然后他为了他的身材 为了要练技 他半夜两点钟还去街上跑步 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祝福他的付出 是有一个好的成绩 我非常怕 所以我特别跟他说 我求求你 你千万不要再还想讲一些很善心啊 什么什么 那种东西我觉得我真的不需要了 我觉得像有一个我明白了 我知道就可以 不会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点 因为他太清楚我的个性了 如果他做这样的事情 我反而我一定不会高兴的 所以他太清楚我的个性 我实际上我其实我跟男才说 其实他的意愿也是不要我上台 我自己也觉得不要了 我希望这三天都是留给他在台上 这个舞台是你的 我希望他今天把自己和好的放会 将我走很高兴 看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